大批远警进入电子游戏场 当场查获赌博性电丸 赌客将赢得的代币 透过业者雇佣的员工 违法兑换现金 警方总计查扣152台赌博性游戏台 57万元赌金 获报辖区电子游戏场 摆设赌博性游戏机台 赌客将赢得之代币 透过老鼠仔 非法兑换现金 专案小组掌握具体试证之后 向基隆地方检察署 及法院申请搜索票及拘票 14日动员优势警力 当场查获22名赌客 并查扣152台赌博性机台 赌资新台币57万余元 全案依赌博罪 移送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电家不法行为 令报请市政府裁法及见请撤照 同样打击赌博性电丸 警察局第一分局和经济小组 接获勤资 某电子辖区内的某电子游戏场 提供赌客兑换现金 数十名远警前往店内搜索 当场查获30多万元赌资 警方接获现报指出 位于本市校二路上某电子游戏场 涉嫌从事赌博行为 经搜证确认属实 检据相关市政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 侦办 警方动员数十名警力 时区搜索票前往该电子游戏场查信 现场查扣赌博性机台114台 赌资新台币31万元及相关证物 全案巡后依赌博罪 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基隆警察局全力的打击犯罪 继日前几坡扫荡黑帮 近日又针对赌博性电玩 全力扫荡 不让赌博及帮派影响基隆的治安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